来关心的是在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NCC 今天将会针对这个望中宽屏并购中家网路 举行第二次的公听会 而在目前呢现场最新的情况 赶快连线给记者肖湘怡告诉大家 湘怡 好目前是在NCC的国家传播委员会这里哦 今天是举行的是望中并购中家网路的公听会 其实今天已经举行了第二次的公听会 而其实呢原本一度传出不出席的望望集团总裁蔡衣明 今天上午则是亲自带队出席 而且对于所有专家学者的意见 蔡衣明都在现场相当仔细的聆听 而且频频点头 而其实呢对于所有这个望中宽屏的并购案呢 相当多的学者与专家都提供出了意见 而也有两位立法委员针对他们的看法提出了言论 来看一下稍早之前的最新画面 今天我们应该是什么事情拿出证据 依法行政 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NCC 我们所站在的立场 我们有充分的法源给你 如果法源不够 我们用法的程度来处理这个问题 标准要一致 立场要一致 我们过去NCC在申请其他的系统团的过变案 外国人来申请的时候经过几个月 本国人来申请的时候经过几个月 时间一致不一致 当然A委员刚才提到了他很受委屈啊 被你们这个什么这个时报集团的什么媒体什么恭喜啊 真的是很受委屈 可是我们政治人物就要受检验嘛 你看苹果日报 不知道艺电视跟苹果日报前期还不是说蔡正元血口喷人吗 这几个答案是怎么来的 还有呢 苹果日报的总编还登在艺电视网站上面 几个字 蔡正元周杰伦你们两个干什么 我还跟周杰伦同等病类 哇我地位升高不少 所以我是觉得没有关系 政治人物行为可受公平 本来就应该被媒体解释 再一个解释都应该的 我希望所有的媒体能够带队友一样 像叶宜进一样 每天15则帮我做广告 18则批评我 越批评行情越好 好我们刚刚特别听到是两位立法委员 对于整个望中病共中加案呢 都希望整个NCC委员会能够尽速做出定夺 因为其实整个案件从申请到现在 已经超过了16个月的时间 而其实呢 整个这个包括了媒体及外界各界的声音 委员们都说 这个NCC应该要表示自己的立场 不应该随着左右摇摆不定 赶快做出定夺 不要再继续浪费社会资源 以上目前最新的一些报道 先把镜头还给棚内 好我们谢谢湘宜在现场 帮忙张网的最新消息 拖了一年四个月的望中案 在今天举行了公听会 预委也呼吁说 要赶快依法行政 他们 1 2 感谢观看